就留在美国 美国的大罢工现在扩大了 好莱坞的编剧工会大罢工 演员工会也随即展开罢工 好莱坞有16万个演艺人员 现在不出现在镜头前 也不会出席任何宣传活动 包括国际巨星 梅丽史翠普 珍妮佛劳伦斯 他们都要加入 环球电影公司暑假强等 奥本海默 刚好在罢工前 赶快在伦敦首映 出席的美国演员表明 支持工会的决定 罢工时间一到 立刻离开了首映会的现场 演员工会的诉求是 影视作品重播 要分润 而且一定要规范 人工智慧 取代真人的创作 资方这两点是毫不愿意让步 美国上次演员跟编剧 都罢工在1960年代 当时带头的演员工会领袖 是后来的美国总统雷根 美国好莱坞掀起大罢工 继编剧工会之后 美国演员工会也宣布 在洛杉矶当地时间 周四午夜 开始进行罢工 演员工会 16万名会员将停止工作 不能出现在镜头前 也不能出席任何宣传活动 美国环球电影公司的暑假强党 奥本海默 刚好赶在罢工前 在伦敦首映 主要演员出席了新片宣传 美国演员们都很支持工会决定 罢工时间一到 他们就立刻离开首映会现场 打包回家 上一次好莱坞 上一次好莱坞演员和编剧一起罢工 是在1960年代 当时最当红的演员是 玛丽联盟路 而带头罢工的演员工会主席 是雷根 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 63年后 同样的状况 再次上演 美国演员工会与资方影业公司 迪士尼 索尼和串流平台Netflix 进行谈判 要求改革退休金 分享影视作品 重播的利润 以及禁止人工智慧 重现演员的肖像 和声音的规范 不过资方不愿意退让 6月初演员工会 将近7万名的会员进行表决 98%的人赞成发动罢工 6月底 好莱坞A卡影星 梅里什翠普 珍妮佛劳伦斯 和班什提勒等 也都表态支持罢工 知情人士透露 电影公司原本轻呼 演员工会的警告 没料到演员这一次 会这么团结 让他们打持一惊 迪士尼执行长 艾格发声明 批评演员工会 表示影视产业 受疫情重创 现在正是力图复苏的时候 工会应该要认清现实环境 了解这是企业所能提供的最好报酬了 艾格的发言 也立刻遭到围剿 因为今年 他的薪水超过 2500万美金 不过好莱坞的影视产业 确实面临重大挑战 疫情让串流平台崛起 有线电视和实体院线片都被打垮 获利大不如前也是事实 上一次好莱坞面对产业巨变 是在1980年代 录影代电兴起 当时的演员工会 也发起了大罢工 如今演员除了面临串流平台 瓜分利润之外 还有AI人工智慧抢饭碗 这两点也是劳资谈判 破局的关键 美国编剧工会 从5月2号开始罢工至今 许多脱口秀节目 已经开始重播没有新的内容 演员罢工的影响更大 片场将大量停工 雇用美国演员的其他国家 也会受到罢工影响 如果罢工持续到秋季 好莱坞明年的大片 也都将延迟发行 TVBS新闻总和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